我後來到紐約念研究所 我們的學校 哥倫比亞大學 他有一個國際宿舍 每一年會辦一個國際像園遊會之類的 這樣的一個 international festival 每個國家來的留學生就在那邊 展現自己的文化什麼 我以前還蠻活躍 可是我那個時候 這個書念的並不是那麼順利 就覺得我應該要專心一點 不要被其他的課外活動干擾 本來沒有打算要幹嘛 但是這個中國來的同學 就自己跳起來說不准台灣 設自己的台灣灘 因為台灣是沒有文化的 台灣有文化也都是中國文化 他說我們不准不准設灘 我就覺得說我本來沒有要設你 這麼一講我就一定要把它設起來 那就這個召集我們的同學們 大家這個一起努力 96年是台灣第一次的民選總統 我們第一次有權力可以選出我們自己的總統 在1996年以前我們從來都不能選自己的總統 那一年台灣第一次總統大選 那當然對岸又不高興了 這個有射飛彈 那個時候也叫做一個飛彈危機 當然那個時候在美國念書的很多的台灣學生 真的也是看不下去 本來我們台灣民主在進步 我們社會在進步 我們好不容易第一次可以用選票選出我們自己的總統 但是面對這樣的壓力 所以我們海外的很多留學生就開始串聯 所以他們就串聯 包含一些跟台灣有關的新聞 我們總統直選的意義 甚至是寫信給 因為我們那時候大家都在美國念書 寫信給美國的國會議員 來爭取他們的關注支持 包括打開了 落點檔 語 語 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